肺癌手术后能活多少年 如文医生特邀专家刘云 西岩交通大学第二附属医院 呼吸与微重症医学科主人医师 其实肺癌手术后的一个生存期 是大多数病人关心的一个问题 但是它的生存期跟肺癌患者术前的一个分期 是直接相关的 大多数患者的话 如果在早期一个肺部的小节节阴影切除的话 一般属于1A期或1B期 它的五年生存力能达到90%以上 但是如果是术前的肺癌分期达到2期或者是3期了 它会随着分期的升高 它的生存力也会逐渐降低的 比如如果是到了3A期患者 如果手术之后 它五年的生存力也不到40% 所以术后患者的一个生存期跟术前的一个肿瘤分期密切相关 这提示我们其实肺癌的话 还是一般需要做常规体检 早发现早治疗能提高术后的一个生存力 其次就是说的一个手术后的一个辅助治疗 也能够延长患者的生存期 所以肺癌术后特别是2B期到3A期的患者 分期比较高的时候提示有合并有局部的组织轻润 或者是淋巴结转移的这一类患者 更需要合适的术后治疗来延长患者的生存期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